我是赵婷 今天我们介绍时报所出版的 跟着狗狗去旅行 你有没有听到 跟着狗狗去旅行 这本书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着狗狗 狗狗不是跟着你 也就是说呢 可能很多人养宠物呢 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有些在中南部啊 或者是有些人有农场 或者是有工厂 他们就把他绑着 因为以前观念就是有分嘛 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个 他们家狗有两种 一种是宠物犬 一种是绑在外面的狗 这让我实在是觉得 有一点不可思议 他说可是那个外面的狗 就是绑着啊 就是要看家 啊里面的狗就吹冷气啦 那不管怎么样 可能每个人对于生命 或说对于狗 起码我们政府来讲 狗是物品嘛 它不是生命嘛 但是呢 我们都把狗跟猫咪 当成我们的家人看待 好结论就是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赶快要介绍作则 因为他很紧张 所以我要先讲一下 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 跟着狗狗去旅行的作者林欧家 欧嘎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个时报所出版的 这本书的编排很特别 因为它的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现装 它现装版 所以你买到书的侧面的地方 你会觉得说 这个书是不是有点破掉 没有 它就是文青 你要懂嘛 我们要跟着时代嘛 潮流嘛 现装版 然后旁边就是这样子 一格一格一格像书简一样 就有点像古时候 有没有 我们在木头上写字啊 就是那种感觉 那再加上它的封面是黄色 表示 这是一本非常的愉快 阳光愉悦的一本书 那林欧家 是本名吗 是 是英文名字 直接翻的 哦 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本名就对了 哈哈哈哈 好啦 不用告诉我们本名 应该它就是叫做什么 什么蓝啊 没有 我叫林子玲 这个人不能被鸡 一被鸡他就讲出了 反正叫什么蓝啊 什么分啊 什么华啦 哈哈 好 欧嘎出了这本书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还在台湾工作吗 我 我已经没有工作 一阵子 大概 五年了 五年 四年 四年的时间 之前有曾经在杭州大陆工作 对不对 然后又回到台湾 对 那你从小就爱狗吗 对 我小时候 我自己的第一只狗 是我叔叔 他养的一只挪威娜 这么大的挪威娜狗 挪威娜犬 对 然后他 因为以前人家养狗不是会带去配种嘛 其实那时候我叔叔的那个挪威娜犬是想要去配出一些挪威娜的狗 就他绑在门口就被一只阿富汗经过阿富汗配了 所以生了很多 就是挪威娜绑在外头 就像我们因为以前养狗观点就这样嘛 就没想到阿富汗过去说 哎怎么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哦原来你是女 贝洛蒙 对原来你是女生啊 然后那我们来交往一下 然后就生了很多狗 对 然后我的第一只狗 就是这一批狗狗的其中一只 那那时候挪威娜配阿富汗 你们家那边好特别 我们通常都是马尔祭司啊 西施啦 那个年代什么北京狗啊 对不对 怎么你们家会有挪威娜 还会有阿富汗 周围还会经过阿富汗 我觉得可能 可能是眷村那附近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养一些威猛的狗 对啊你也知道嘛 眷村是来自各地的嘛 对有北京的嘛 有西藏的嘛 有蒙古的嘛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只狗 对那时候还没有米克斯这个名字 那你知道怎么养啊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就白饭货一货给它吃 对然后就家里我们家养狗 就小时候也不知道真的小学 那就每天喂它吃饭 对就家里的饭菜 就跟着你成长 对一直到 十多岁 这样就一起长大的狗狗 所以其实对狗来讲 它算是你的这个家人吗 对不对 是家人 现在觉得是家人 其实以前小时候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从小就有养狗 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爸妈在喂啦 然后也是把狗放到一个小小的笼子里头啊 因为等到我们下课 它可能会出来跟我们玩一玩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很多的狗狗就是变成家人 不管是吃饭要带啊 去那个风 风有一点小的买货公司啊 我以为的风也会要去带它一下啦 或者是说呢 出去玩 所以你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 一百天带着狗狗去旅行 跟着狗狗去旅行 对啊 我就带着我家的狗 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环岛 然后其实还有我妈 然后我妈跟了很大部分的行程 那她有事的时候 她就自己坐车回新竹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带我家的狗 环岛在外面一百天 你比较喜欢带你家的狗去环岛 还是带你妈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 是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思考 现在马上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我带着我们家的狗旅行 一百天之前 我带过我妈去欧洲旅行 两个月 你好孝顺啊 两个月 两个月 去马尔他 带你妈去游学 对去游学 马尔他就是我们家狗的故乡嘛 马尔基斯的故乡 真的 对啊 不是来自于马尔他岛吗 哇真的啊 对啊 那我真的就去那里 有看到马尔基斯吗 没有 你去游学 但你妈 嗯 其实你妈把你做早点 对不对 没有 她也去上课 哇 你们家很先进耶 那时候刚回台湾 嗯 然后 其实一开始 我本来只是想 休假一年 嗯 对 然后我就回台湾 然后 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去念 那个语言学校 嗯 休假一下 然后去欧洲玩 欧洲 然后去念什么语言学校 就英文的语言学校 去欧洲念英文的语言学校 她是很充 就马尔他 马尔他 对 那个是 哈哈哈哈 她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嗯 所以那边很多语言学校的补习班 嗯嗯嗯 对反正就顺便去玩 嗯 然后我妈也要跟 那那两个月英文有进步吗 那一定会进步 嗯 对但是 玩还是比较多 好 回到刚才你的问题 就是你 你没有回答我 对 跟着狗旅行 有趣 还是跟着妈妈旅行 哦我以为我把这个话题带走 哈哈哈哈 其实主持人 根本不需要问什么问题 只要把他 再把他拉回来就好了 我刚才真的是 想要把这个话题带走 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很尴尬 对妈妈会在广播厅 对 妈妈跟狗狗是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对都是家人 对 嗯 但是妈妈可以有时候回新竹一下 狗狗就要跟着你 他不可能说 嘿 欧嘎 我回去一下 你要再过来 不一样的感觉 一个 带妈妈去旅行 妈妈的 我妈妈是狮子座 嗯 狮子座的人呢 他就比较有 比较强的控制欲 嗯 那我们家狗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星座 因为领养的 但是 他就会跟着我走 嗯 对 他也只能跟着你走 好 所以 在这书上当中 就告诉大家 你去跟狗狗 这一百天当中 嗯 有什么地方可以吃 什么地方可以住 最重要是住 当然你还带狗坐飞机嘛 对 对 这一点其实也要让大家了解 有些人是带狗坐飞机 然后你就会很担心 他是不是这样丢进去啦 嗯 那甚至到国外的飞机 有时候 你带狗的时候 你还要特别跟他们说 因为其实机舱上头是冷的 嗯 所以他必须有狗的时候 他可能要在那个行李舱的地方 温度要稍微调整一下 嗯 那像现在国外有一些飞机 是可以带着狗坐上他的位置的 真的很羡慕 有啊 有飞到台湾的啊 对 但你就必须要在香港转机 但是他那个就是只能接受 大小 小的 嗯 啊你们家的狗是 24公斤 嗯 好先介绍一下你们家狗 他叫什么名字 叫巴比 嗯 巴比娃娃的巴比 哈哈哈哈 但他女生啊 他女生 哦 对 其实我的第一只狗也叫巴比 嗯 我养过的狗都叫巴比啊其实 没有过别的名字 就是有些人交的男朋友都叫哈尼就对了 因为叫比较避免那个 叫错 对 对 他叫巴比 他是一个米克斯吗 他是米克斯 他看起来不太叫米克斯 他 嗯 好多人都这样说 但是 呃我们领养了之后 嗯 然后我们也意外的跟当初就巴比的这个好心的妈妈 嗯 变成朋友 嗯 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 哦 他是 一半是狼犬 嗯 就是 他就是狼犬的样子 对 混了狼犬的米克斯 嗯 就是 他的狼犬妈妈可能也就是在外头 然后正好有一只别的狗经过 跟他交了朋友 对 就剩下了他 对 哈哈 就虎斑妈妈跟狼犬爸爸的一个恋爱 好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用这个领养 好 代替购买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说 嗯 狗狗来的话 你不想要让他 你就给他结扎 植入晶片 很重要 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时报所出版的 跟着狗狗去旅行 呃 现场的是林欧家 作者 欧嘎 那其实他刚谈到 他跟狗的渊源啊 从小就 喜欢狗狗 那这一次呢 特别跟他的狗狗 全省跑透透 嗯 还到了哪里 金人哦 马祖啊 其实全都去了 外岛全都去了 金门 马祖 兰宇 绿岛 澎湖 小琉球 所以你的狗有坐船 有 然后也有坐飞机 有 他会晕船吗 因为那 你有写 有一阵是很晕嘛 对不对 我有晕船 他没有 他 没有 嗯 你以为他狼犬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可能他晕船 我没有发现 因为他就是想睡觉 哦 巴比说 我是狼犬 我是狼犬 没有 他说我是红贵兵 哈哈哈哈 好 很多的狗狗 你会看他说 怎么这么大 干嘛 他有的时候是体型大 但他还是有那种 小女孩的 那种感觉 对不对 好 先来谈谈 就是因为这样子玩 所以你就把全省一些 好玩的地方 都写下来了 对 因为 这些都是你去过的吗 我都去过了 哦 几乎 有一些是 有一些店家是 呃 我希望数量更多 然后有一些是 没有 有一些没有去过 然后是 呃 网友提供的 嗯嗯 对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去过的 那你们从哪一个城市开始旅行呢 台中 台中 嗯 因为新竹下去就是台中 嗯 就这样出发 就从台中 开车 开车 嗯嗯 跟着妈妈 对 我带着妈妈跟狗 嗯 那谁帮你们拍照 自己拍啊 哦 嗯 你有跟狗狗说我们要去旅行吗 没有 他就跟着你 嗯 他去跟狗狗去旅行要带什么东西 嗯 一定要带的是狗的睡垫 嗯 对 因为 他认为一道 一道也 我倒觉得我家的狗还好 嗯 是不想要造成民宿的 别人的困扰 对 麻烦 造成别人的麻烦 嗯 尿布要不要 尿布 以前他小时候我都会带 嗯 然后现在因为他坚持要在外面上厕所 哦 对 然后就变成到后面那尿布包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用到 其实啊像我们家狗常去那种狗餐厅啊 我都知道他会沿路的尿尿 他包尿布也是没用 有的时候那个餐厅不是都会准备拖拔 我基本上一进餐厅都是拿着拖拔跟在我们家狗后面 是公狗吗 母狗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狗很奇怪 就所以他们要留味道那是他们的方式啦 对不对 嗯 哦就像我们有没有一个故事 童话故事不是一直丢面包屑 哦不是哦 哈哈哈哈 那个面包屑是把那个后母把我们藏起来 哈哈哈哈 那就是一个方式哈 对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 因为你从台中开始介绍 但是我们想你书上是从基隆开始嘛 对不对 对因为工具书 所以一定是从最方便的顺序下去编排 其实一开始看你的书的时候 没有看仔细的文章 不知道你是双语座 因为你其实是一个浪漫的双语座 对但你编排起来非常不像 就很像土象星座 对其实我蛮不浪漫的 嗯 是双语座但是不浪漫 蛮不浪漫的 因为整个编排部分看起来就很有规则 很工具书 我就是要出工具书 嗯 因为我这个人很实际 嗯 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 嗯 我觉得要出就要出最多店家的工具书 所以我收集了780个地点 哇 因为我我会觉得 那你们巴比到底算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他还蛮辛苦的 又来了啊 他想说今天今天为什么跑了10个店 为什么吃完了还要再吃 为什么还要拍照 为什么让我做的好好的 而且做这件事情会有强迫症 就我在收集这些店家 那种感觉你知道 就收集的时候 你会越收越上瘾 那正常一天吃三餐 然后你在收集的过程 我就忍不住 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达成这个目标 我就想要一天收集个时间 二时间冲一下进度 然后有时候行程就会变得很赶 然后我妈有时候就会拖队 就想要先回家 而且狗狗都没有享受到啊 那个餐一来说 来来来我们拍个照 好下一站 下一站 吃吃吃 吃吃吃 有没有 这个我最了解 因为我以前做过类似这样的旅游节目 就是刚开始东西上来以后呢 导播叫你拍完 结果 还没吃 就要到下一站 好我们先来看看基隆 总是很多人讲说 带狗出去玩 其实不怕吃 就怕住 你在基隆其实有选择了一些 有两家汽车旅馆是可以 狗狗可以去住的啊 对 那两间都是可以带狗的 美乐地 还有北极星 这个是有先问过吗 有有先问过 其实都要先问过 因为不问的话到现场被拒绝 我觉得也蛮尴尬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电话先问一下 那这个 因为你们家狗比较中 算是中型犬嘛 所以 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比较 会拒绝中型跟大型犬 是 小型犬好像比较容易 是 很多地方会拒绝我们这种体型的狗 尤其是 我后来环岛才发现 米克斯很容易被拒绝 其实米克斯比较乖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家虽然是马尔基斯 我们家的超会乱尿尿 可是米克斯其实比较好 比较稳定 其实他比较大 他们好像会拒绝 对 他们会觉得好像会咬人 或者是好像比较凶 但其实我们家的狗很善良 那个妈妈总是这样讲 怎么会这样 我们家小孩很乖 都是别人带坏我们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自己养狗的人 如果说要出去玩 就是要把环境弄好 因为这样下一个 才可以再继续来玩 是 好那我们来讲讲 基隆有什么地方 可以吃的地方 基隆 基隆的话 那时候我们有去到一个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在基隆的一个意大利面点 然后它是开在山洞里面 开在山洞里 它本来的房子就是一个 河豚吗 对河豚 河豚很多 河豚很多 它是一个在一个 岩石的洞里面 然后它就是一个餐厅 然后其实像 应该说是有 书里面有一些 是在地本来就有名的 特色的店 然后呢 你会以为好像不能带狗 就我实际走访了之后 发现其实有一些 它装潢得很漂亮 就是漂亮到 你会觉得 我干脆不要问它 因为它一定会拒绝 我们进去 就没有 老板 本身有养狗 它很喜欢狗 哇好棒 所以其实可以去 那个基隆的河豚 很多去试试看 那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好玩 好吃 好住 待会继续介绍 马上回来 跟着狗狗去旅行 林欧家的新的创作 时报所出版的 其实这本书当中 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一些好玩的地方 包括了里岛 你想到的地方 甚至你觉得说 我不太可能跟狗狗 离开我们家附近 事实上 你可以用很多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你可以开车 甚至呢 待会儿会告诉你 可以坐船 或者坐飞机 好 接着欧嘎来谈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基隆嘛 对不对 那基隆有很多的餐厅 然后今天在书上 你介绍的这些餐厅 都可以牵绳进去 对 我后来因为做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编整理资讯 然后我其实最后我收集的店 远远超过现在书里面的数量 后来我决定删掉所有需要笼子啊 或者是宠物包啊的店家 全部都删了 我就只保留了 只需要千绳就可以进去 因为我觉得旅行 希望方便大家 好 尤其是说我们家狗是三公斤嘛 啊你家狗十几公斤 二十四 你如果二十四 啊如果你不牵绳进去 你要背他 对 其实蛮累的 像我们家附近有一只 那个拉拉 已经有点年纪大 他主人就每天 把他从四楼抱下来 要复健嘛 后头还是拉一个绳子啊 是主人复健 不是 他复健 主人也因此瘦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牵绳也是很重要的啊 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基隆 基隆既然已经知道了 吃的地方 好住的地方 他有什么地方 可以带狗去玩呢 我觉得和平岛公园很不错 嗯 嗯 我这 因为好久没有去这个地方 然后借着这一次环岛 又去到了 很久很久没有去的和平岛公园 然后我发现 哎他现在重新整理 嗯 然后他虽然要收门票 嗯 可是他里面的管理得很好 而且他现在还有宠物的海滨游泳池 哦 嗯 哇哦 我也是因为借由这一本书 然后在最近有个机缘 刚好和平岛公园 他们在九月中要办一个宠物的生活节 那种概念的节日 然后他们有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这个讲座 分享旅行 那他们我才知道哇他们的规划 其实是要规划一个宠物跟环境友善的公园 嗯 所以他里面所有的店家都是可以带狗的 好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带狗去基隆玩一玩哦 好接着就来到了台北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 哎那台北不是很方便吗 是啊 台北其实有很方便 像你书上有写到那个小二楼餐厅 对不对 嗯 小二楼其实小二楼很多人知道嘛 都有打卡带狗去 对 他其实就是他也算是一个宠物的很友善的餐厅 二楼啦 对 那当然也有小二楼什么什么都可以 那可是你到了台北 嗯 其实就是要去一些些公园玩吗 台北啊 台北市里头 嗯 比较少都是公园嘛 和平公园 或者是台北有一些些的 可以让狗狗跑的公园 其实都蛮多的 其实蛮多的 嗯 然后台北其实包括 像在跑到贡寮那边 嗯 它也是有一个滨海的宠物海水游泳池 哦 嗯 就是 海水游泳池哦 对 隆洞那边 什么海水游泳池其实这件事情 刚才前面有提到我去过马尔塔 嗯 然后马尔塔最让我惊艳 就是他们到处都是海水游泳池 嗯 就是他是引进海水 就是海边看着海游泳 我觉得隆洞也是这个概念 哦 它就是用海水然后进来 所以其实很安全 嗯 它就挖了一个游泳池 然后把海水灌进来 那你就在这里面给狗游 它是台湾唯一专用的海水游泳池 宠物专用海水游泳池 对 那人可以进去游吗 可以啊 只要你愿意跟狗一起游 嗯 它有人的游泳池 所以它应该不会写一个牌子写说 呃 禁止在泳池尿尿 应该不会 因为狗也看不懂 对 但是有狗狗的那个 因为我们家狗狗 有一阵子去洗澡的时候啊 他们那个宠物店会放那个大游泳池 然后他会给他穿那个宠物的 救生衣 就看到那四只小短脚在那边游游游 还蛮好玩的 但是有些狗狗 我们都常说游泳是狗爬式啊 嗯 有些狗狗怕游泳怕水欸 对 所以我家的狗一开始也是 嗯 然后我就给他穿救生衣 然后服着他游 嗯 就教他游泳 然后我 我那时候还有游给他看 所以他就跟着你就游泳了 对不对 好像有点疯 但是以前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疯 养狗的人都很疯 因为我们养的狗 为了要让他去厕所尿尿 我们还是也是从客厅慢慢爬 爬了进去让他去骑手间 好这个就是台北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甚至像文山农场 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台北有什么样住的地方呢 台北的住啊 台北的住其实有一些选择 比如说但是市区的其实就不是很多 只有三间 一间是有两间都是旅馆 这是比较特别的 很棒啊 南京西路的旅馆 对 对不对 或者是说那个商业旅馆在和平东路 对 在师达附近 或者是市区的民宿 那台北的住绝大部分都还是落在九份那一带 比较多一点点 比较多一点 好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你是不是想跟着狗狗去旅行 还是带着他吃喝玩乐呢 刚刚谈到从基隆到台北 其实台北有一些些地方 也有一些餐厅可以去嘛 像我们自己带两只狗又有小孩 基本上我不太想带我们家狗狗住宿 所以其实还蛮佩服你的 就是带着狗狗去住宿 带着他去旅行 那在台北有一些地方 像民生社区就有几家店 可以去玩一玩 包括了这个芭蕾啊 附警街108号啦 甚至四目咖啡啦 那你在那个大安路其实也有舒服气息 对啊 这间他的 他真的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咖啡店 反而可以带狗去 可以牵绳进去 对 有一些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你觉得好漂亮 花了好 很精致的装潢 可是他喜欢狗 然后可以让你进去 然后有一些店 你会以为 他应该可以让我带狗进去 结果他不行 这个可能端看自己老板的那个 那其实你有特别写到 那个九天咖啡嘛 在三峡 要不要介绍一下 九天咖啡 九天咖啡 是九天玄女庙秘名的咖啡店 对我觉得他蛮特别的 那时候我带我妈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 他在一个庙 庙里面 然后他就是庙 家里开的庙 然后两姐弟 就在庙里面想要做一个小生意 他们就开了咖啡店 所以就叫 那他们因为要拜九天玄女 所以就叫九天咖啡 很有意思 因为他就长在庙里面 那他有没有狗的食物呢 他没有狗的食物 其实这整本书 我并没有介绍 以宠物咖啡为主 我还是希望 大家就是 不要因为养了狗 然后好像生活就 我不能去旅行了 很多地方不能去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过着平常 我想要旅行 我想要跟朋友喝咖啡 我就可以带着我的狗 不要因为 好像养了狗之后 我就只想要跟我家的 我只能跟我的狗 好像困在家里面 好 那接着我们来谈谈 比较远的地方 你刚刚讲说 其实你台中过去到到 从新竹过去到 从台中开始嘛 对 那像是 你书上有写到 狗狗也可以去看表演 是南投 嗯 介绍一下好不好 怎么会带狗狗去看表演呢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蛮有意思 他是在日月坛旁边 有一个叫做少族 因为日月坛是少族 嗯 他有个少族逐路市集 然后那一边 会看表演 其实是因为我妈想看 嗯 对 我妈很喜欢到什么地方 然后就哦 我想要看那个 呃 少族的表演啊 然后我带他到佛罗伦市 然后他就想要看 呃 那边的歌剧 大概这个概念 嗯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 鼓起勇气 问问看说 哎 这个表演 我的狗可不可以一起 哎 就他们欢迎啊 他就有点半露天的场地 嗯 他其实就是少族 表演 他们的传统的舞蹈 嗯 然后还有介绍一些 他们的文化 嗯 我觉得带狗看表演 是一个很 特别的体验 那巴比 有享受吗 巴比哦 他其实 有听到声音 有人在前头跳舞 他不会有 警戒什么的 倒还好 因为少族的那个表演 没有很大声 他们就是 歌声 嗯 就是唱 他们不是那种 放音乐 放很大声的声音 哦 嗯 所以狗可以接受 其实我有带我狗去法会 嗯 这个人有点 惊人 他可以接受吗 他可以啊 三个小时的法会 他可以接受啊 一动都没有动 偶尔起来看一下 就是可能有一个大 那个 呃 法王啊 讲讲话 看一下 然后继续就是趴在那边听 哇 嗯 这个他可能 就某一只狗啦 我家有两只 有一只是绝对不行的 哦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一开始带狗去旅行 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狗的个性 对不对 当然你书上有写到 就是说很多人 哦 出去玩啊 哦 然后到这个餐厅啊 或者说有人冲浪啊 等等 就把狗关在旅馆里面 你们都没有做这种事吧 当然不可以 但是有些人说 我去玩 我真的就没办法带狗啊 啊 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 嗯 我到澎湖的时候 然后有一间民宿的老板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呃 他们就有遇过一个 一个客人 是一对情侣 那到澎湖大家都会去玩水上活动 嗯 然后白天他们打扫的时候 就发现 诶 为什么这个房间 经过的时候 很冷 那个冷气就是 一直蔓延到脚 都觉得好冷好冷 嗯 后来他们就 朝门缝下面看 他们带来的狗 在求救 哦 嗯 因为那个 那一对情侣 他们去玩水 然后把他们家的一只狗狗 好像是一只发痘 嗯 然后留在房间里面 然后冷气开16度 哇 他可能怕狗狗热 所以他开始 因为发痘怕嘛 怕热 他那个鼻子的问题嘛 对 然后结果 他就打电话给那一对情侣 就他们 说他们赶不回来 嗯 然后那个老板呢 也蛮带肿的 他就直接把那门打开 嗯 然后把那狗拿出来 他说那个狗都已经冷到 就是一直在发痘 嗯 然后他还把他放在院子 晒太阳 哈哈 所以真的不要这样子 哦 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去玩 可以带狗的环境 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 自己去玩 如果两三个朋友也比较好啦 对 那再加上有时候 你不知道狗狗怕什么 比如说有些狗狗怕打雷啦 嗯 怕鞭炮啦 那也许你在游泳 或者你在海滩 所以他一听到声 他就往前跑了 对 所以植入晶片也很重要 而且你要随时随地 你就把他当成小孩子啦 你带你两岁小孩 哦 对 在海滩你是不是会看着他 对 一样的道理嘛 好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聊 今天呢介绍这本书 时报所出版的 跟着狗狗去旅行 那欧嘎在我们的现场 刚刚我们讲到说 其实全省有好多 好玩的地方哦 那我们来继续 跟大家来谈谈 就有些朋友呢 嗯 出去旅行就觉得 哇 我有牵挂 比如说像我去美国 我养狗之后 我有时候去美国 最多最多只去九天 很夸张吧 坐飞机就花了两天 因为我们家狗呢 不太适合住宿 然后也不太适合 住朋友家 因为很娇贵嘛 那带狗去旅行这回事 其实很多人 就会觉得不方便 对不对 那我从你的书上看到 觉得你还蛮轻松的 先来谈谈 就是你家狗 我们刚刚讲的 他有坐过飞机 有坐过船 嗯 坐船是哪几趟旅行 坐船哦 嗯 我去 我们去马祖的时候 是坐 有点像邮轮 蛮大扫的 然后它是车可以上去的船 哦车可以上去的 嗯 汽车 从哪边开始坐到马祖 从基隆 基隆坐到马祖 嗯 就是晚上它是夜船 你上船之后 就休息一下 就睡觉 那所以你车子是开上去的吗 车子可以开上去 嗯 但我们那时候没有开车 我们就是坐那个船 到那边租车 嗯 那狗狗呢 狗狗是怎么做呢 狗狗会跟 嗯 因为在台湾啊 狗狗现在还是被视为是物品 对 所以其实狗狗必须要在 最底层的 汽车通道 嗯 那我那时候是陪狗狗待在那边 然后那些 船舱的人其实很有经验 他们就会帮你拿 人很好 他们会帮你拿 铺纸板 然后拿棉被跟枕头给你 啊真的啊 让你去那边 其实而且 你会想说 如果你开车 其实狗狗就可以在车上啊 是不是 哦不行 你人不能待在 车子里面 哦你只能把车开上去 对 因为他们怕危险 他们晚上要把那边都关起来 嗯 嗯 好所以就是 你跟狗狗就睡在那个 汽车那个地板上 对 然后像澎湖我们也是坐船去 嗯 然后 小琉球也要坐船 小琉球船是百渡船 20分钟就到了 然后还有蓝宇跟绿岛 也都是坐船 金门坐飞机 金门只有飞机 好我们先讲船的 所以巴比坐船是很有经验的 很有经验 嗯 嗯 但是要记得帮他带救生衣 因为我们坐船的时候 他们人也会发救生衣嘛 嗯 就帮狗狗带一下救生衣 他不会想要上厕所吗 在那个旅途当中 嗯 如果你们家狗狗会想要上厕所 你一定要帮他爆尿片 那我们家狗 巴比是因为 他现在很坚持要在草地上 他没有看到草地他就不上 哦 所以他上船之前 你要带他先去上个厕所 对 对 好那从 你刚刚讲说从宜兰到马祖 要多长的时间啊 啊 基隆 基隆到马祖的话 哦 基隆到马祖 夜船是八个小时 哦 嗯 睡一觉早上就到了 但巴比就没有上厕所了 巴比就没有 所以你上船前一定要上厕所 但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你可以带他的尿布 如果他真的尿急 但是就好像平常 因为我们家狗狗 他都跟我们一起睡觉 睡个八九个小时起床 也没有上厕所 哦 所以就还OK 对不对 对 好到了那个马祖 可以玩什么呢 你就带他去玩什么 马祖啊 嗯 马祖我真的觉得 大秋岛很棒 嗯 嗯 大秋岛上面有两百多只梅花鹿 嗯 然后你就是坐一个游艇 然后就到五分钟 到大秋岛 然后上面也没有别人 他就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 嗯 他卖五公鸡 你还可以在那边吃东西 然后你就带着这个狗狗 在这小岛上 可以就 你也不用到奈良 你就去马祖 那 那巴比看到梅花鹿 是什么感觉 巴比看到梅花鹿 巴比其实还蛮冷静的 但是梅花鹿看到巴比不太爽 所以你带狗上大秋岛 一定要牵绳 因为那个鹿王 你上去会先看到鹿王 那鹿王 他过来先跟你要商业 然后如果他以为你的狗要抢商业的话 那时候巴比就被那个鹿咬一下屁股 哦 对 对 就像我去日本吧 就是还没有下船就看到好多的猴子 那一下船 因为导游跟我们说 那个皮包要报警啊 我报得很紧 他还是把他抢走 最后导游爬到快到树上把我皮包抢下来 哇 嗯 所以那个梅花鹿可能也是这样的状况 鹿王会先来探一下鹿就对 对 鹿王会先来抢食物 哦 好好玩哦 对 所以牵绳真的很重要 嗯 旅行 那你后来就是听说 呃 你有坐飞机回来是不是 对 我们那时候本来是坐船去坐船回来 而且当时 我其实已经放弃飞机这个交通工具 因为我们家的狗太大 嗯 然后我会 其实我们很担心就是坐飞机 他要坐在船那个货舱里面 嗯 然后我就无法想象那个空间 对 我就跟你说还有温度的问题 对 因为你在上头温度是很冷的 他他其实会冷 对 然后后来我就 我本来这书里面不会有金门 因为金门只能坐飞机 嗯 我家的狗又有点大 只能在只能在货舱 所以呢 那一趟是因为我到马祖之后 就遇到 嗯 台风 还有气流不吻 船不开 好几天都不会开 嗯 那时候全马祖的人帮我们借运输笼 哈哈 因为巴比太大只 24公斤 24公斤 然后所以我们就 硬着头皮 让巴比坐上飞机 一起回来 哦 嗯 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 结果上飞机之后啊 嗯 我才发现 哎 因为台湾都是小飞机 他所谓的货舱 跟我们只有隔一个帘子 哦 哦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 对 他 你不能打开看他 可是他就在帘子后面 哦 他跟 就是我有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看他 他说不行 因为这是货舱 你不能打开 哦 但是这个 但是你飞到 其他地方不见得是这样子啊 哦 我后来就飞金门 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是一个帘子而已 不帘 对 因为台湾 那空服员是可以看的 空服员可以看 哦 他就跟你 你就尽量选后面一点位置 你就会跟你的狗很近 不过你在这书上 后头有写到一些兽医啊 讲到说如果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狗狗 他如果坐长途的飞机的话 基本上 他们可能会给他 按照体重比例的一些 让他精神镇定的医药 对 所以他可以稍微睡一下 可能睡醒了 就到了目的地了 对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家狗狗会晕船 或是你不确定他会不会晕船 去找兽医 嗯 不过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狗在一个封闭的地方 比较长的时间 除非像我有做过那种爱狗大使啊 我去旧金山 然后我就是四五只狗 就是放在我 挂在我的名字上 然后就是出关嘛 这样子 嗯 那但是这些狗狗 他其实长途 他们还是会帮他放一个水 对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其实你准备运输笼的时候 嗯 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是飞本岛 就还好 就20分钟 嗯 所以其实就真的还好 好马祖 那金门呢 金门他巴比去玩了什么 金门哦 嗯 其实我也是借着这个环岛 台湾有很多地方 我真的是也是第一次 自己没去过 嗯 我第一次去 像金门就是这个案例 我第一次去金门 然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我们金门这么漂亮 然后很干净 然后我到了 而且整个金门 其实我的体验很好 嗯 因为到我去金门的时候 已经是最后一站了 我已经有了集结了一百 前面一百天的经验 嗯 所以我到金门的时候 一下船 不是一下飞机 我就租车 所以我整个行程很舒服 嗯 然后金门 呃很多的店家 也都可以带狗 嗯 他们是欢迎狗的 嗯 好 所以其实不用害怕 呃 这本书当中就是告诉大家 带着狗怎么去旅行 哦 好 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I like I like Radio 你是不是想要 呃 跟着狗狗去旅行呢 时报所出版的这本书呢 其实呃 作者欧嘎林欧家 有告诉大家 他带着狗旅行了一百多天 在全台湾各地 包括了里岛咯 你想象的金门马祖 甚至小琉球啊 蓝宇都有过去啊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你说其实 台湾有很多的狗友 想要带狗狗去玩水上活动 是不是 对 这个是我比较常 人家私信来问的 嗯 就是问说 哎那如果 因为还有 看不到我们带狗搭双轨风帆 嗯 就是像 大鹏湾 对 大鹏湾的双轨风帆 就是电影里面那种 你一拉那个杆子 然后就会打到坏人的头 哦 有没有 那一种船 然后 呃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带狗狗去搭 然后这个船啊 它其实 一个小时是 一千五百块 它可以搭四个人 然后狗狗也可以上去 嗯 然后 我觉得这个体验很特别 可是这速度还蛮快的 对不对 它可以快可以慢 因为它是靠风力行进的 所以你不能控制啊 要看风嘛 嗯 教练会控制 哦 有教练在上面 对 教练带着你 然后再体验这个船 嗯 巴比那时候 坐这个风帆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 狗还敢喜欢吧 因为我们家狗很喜欢坐摩托车 或者说开车的时候 把头伸出去 然后把脸都变形了 就很开心 对 它一开始有点害怕 因为突然就是 好像有水一直打上来 然后到后面啊 它就会站在那个 把守的地方 然后很像海贼王还是什么 就跨在那里 我都想到那个Ross 哈哈 罗斯 对 所以在大鹏玩 可以玩这个双鬼风帆 对 还可以做独木舟 对 还有SUP 立奖 哦 哇 所以真的还蛮好玩的哦 真的 好 那这个就是 呃 这个 在这个屏东的地方嘛 大鹏湾 我看到小琉球 嗯 呃 小琉球其实也有独木舟 对 然后也可以去做潜艇 狗狗也可以继续看潜 做潜艇 对 我们在小琉球 有发现可以做 探索拉美的这个半潜艇 它其实是很多大人 会带小朋友做 嗯 那因为你要看海龟 你你要嘛就是做半潜艇 要不然你就是要潜水下去 那小朋友通常不能潜水 嗯 那狗其实也没办法潜水 所以我们带着狗 是没有办法潜水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试了半潜艇 哎 只有店家也让我们上去 哦 然后狗 因为你们家狗很乖嘛 那刚刚都讲到是屏东 对不对 大鹏湾啊什么的 那屏东可以住哪里呢 屏东的住宿好像有很多 我看到好多的民宿哦 啊 屏东选择很多 什么跳跳民宿 地中海民宿啊 才会假期民宿 新月旅店 这些都可以住 对 这些都是小琉球的民宿 很多人会 想要去小琉球玩 但是不知道带狗可以住哪里 书里面都有 嗯 好 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欧嘎讲的这些都是可以牵 像民宿可以住 然后有一些吃的东西 他都是说可以牵狗进去的 对 哦 那 呃 这样子走了一百多天 嗯 你有没有推荐 因为我看到你都有一些推荐行程 如果说是第一次带狗出去玩 你有没有推荐去哪里 或者是什么样的行程 呃 第一次带狗出去玩 嗯 我会觉得可以去一个距离你的城市 大概两小时距离的地方 然后去个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 因为你没有经验 嗯 所以你一定会准备的很不充足 嗯 那你一下子拉太远 如果行程又很赶 那你就会觉得很紧张 东西又带不够 像我们就是觉得带狗狗去露营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啊 因为现在的营区做的都很好 不太像我们以前的露营你知道 都还有那种 有的营区还有冷气啊 甚至有的营区还可以有洗澡的地方 对 现在营地很厉害 我上次 但我人生第一次露营 就是上次带狗狗跟同学一起聚会露营 结果就又捡到一只狗 哈哈哈哈 这个喜欢狗的人随处都会捡到狗 对 对不对 那刚刚你也讲到就说其实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是住好 我觉得还好 但是就是吃的问题 吃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很难解决 对 吃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旅行的天数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总不能一直吃宠物餐厅 因为宠物餐厅有很多其实是西式料理 然后对我们来讲 也会有时候想要吃不一样日本料理啊 牛排啊 哦 可是你带着狗 我觉得带狗不一定要委屈 好像就是只能在7-11吃东西 7-11 但我会想要 有时候不一样的口味我也想要能够尝试 所以在书里面我们就做了分类 就是西式的亚洲料理这样 哇 也可以好吃有品质的 那狗狗都怎么准备他们的餐呢 像比如说你们家巴比去了一百多天 他都怎么吃呢 我跟你讲 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坚持有那种鲜食 到后面我就带饲料 方便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的个性比较随性 到后面我像我自己旅行 我一个人去印度旅行 我就只带了一个后背包 所以我不是一个喜欢带行李的人 那我觉得旅行有时候方便 偶尔吃一下饲料没有关系 你不是你吃当然没有关系 对 不过说实话 就是说台湾太方便 有太多的便利超商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缺少一些些东西的话 你到便利超商他还是会有一些狗狗的 不管是干饲料或者是比较有肉 可以混在一起有点味道 偶尔吃一下是没关系啦 就是说可对于我们喜欢狗的朋友来讲 可能会主线石 出去旅行就稍微 那就尽量找有厨房的 的民宿 对 就自己可以去买一点鸡胸肉啊 对 简单料理 好 那经过了一百多天的旅行 你觉得巴比有改变吗 我觉得巴比哦 好像更黏我 妈 你又要去哪里啊 不要把我带去哪里 他没有 他中间完全都没有抗拒吗 他是 我觉得狗狗应该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那像我们家的狗提醒 他抗拒他就会不走 或是叫他就不想走 他就是你就是要抱他 那反正他可能觉得你也抱不了我多久 大概我们就常常有时候会有这个状态 你拉他他就你拉他往右边 他就这样要往左边走 所以他没有你并没有给他准备狗狗的推车什么的 没有 因为旅行的天数很长 我想要挑战的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你带狗就是说走就走 好 说走就走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魄力呢 尤其是说带狗去旅行 我想这里头有提供很多的餐厅 很多的饭店 可能也是民宿啦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还有最重要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管是人或者是狗的肠胃 多给他喝水 这是很重要的哦 今天非常谢谢Oga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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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